字幕翻譯 嘿 大家好我是洛卡 今天要來開箱一個 還沒開箱就已經被老婆大恩罵 這個東西因為你常常看電腦螢幕 然後再加上有廠商玩遊戲 所以我是用眼過度的那一組 那這個東西就是為了要來按摩眼睛的部分 而產生出來的產品 那我們這次一次買了兩組 兩組是不同品牌 另外一組之後會再開箱分享給大家看 因為老婆大人說 既然兩個人都需要 那麼兩個人就各自都來買一台吧 我覺得這邏輯到底對還不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輪流用吧 他又說這個虧500塊 你有沒有買多少 2980 這個是讓我最傷心的 真的嗎 買不到一個禮拜 然後就馬上變成2590 2490 2480 2490 反正就是虧了500塊 那沒關係 這個500塊我們就努力一點 多拍幾支影片吧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外盒部分好不好 那這一盒是灰葉的 灰葉的按摩椅專家 不過你怎麼買他的眼睛 他是按摩椅專家 想說他是大品牌 我們買暗眼睛的 他是精亮眼二 所以是二代的意思嗎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有買過類似的產品 就是一樣是按摩眼睛的 不過早期的產品啊 他跟現在最大差異就是 有線跟無線的差異 像這個的話 老婆當然說 他只要帶上去呢 是不需要有任何線去插電的 所以呢 帶起來會比較輕巧一點 外盒其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大概就這個樣子 然後上面灰葉 旁邊有時候會寫一些產品特色等等的 然後沒有什麼太多的 沒有什麼太多的點綴 OK 馬上就來開箱看一下裡面的東西 打開來裡面可以先看到是使用說明書一本 這使用說明書其實也沒有到很厚 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據說這個好像可以聽音樂是不是 對 這個裡面好像可以聽音樂 所以 才四張而已 好啦這個可以稍微閱讀一下 再來是按摩系本體 這個跟以前的大小差很多 以前的那個因為加上線材了 所以他一大包 整個拿出來就是一大包 它這個這樣收起來其實大小 比較小對不對 小了蠻多的 它就說可以攜帶型 我看一下裡面 裡面還有附上一條 這個是 怎麼爆開的 怎麼會爆開的勒 這個是一條USB A對 Micro USB的充電線 應該是充電線啦 還是傳輸線之類的 這個怎麼爆開的 眼罩的部分 其實它是做一個摺疊收納式的 所以 目前位置看起來 這邊有顆電源鍵 然後這邊有一些 應該是功能的部分 應該有一些是溫度啦 音樂啦 然後震動吧 震動按摩之類的 全部都在這邊會顯示出來 然後中間這裡 這裡是會滑動的 它就是這樣子戴上去 應該就變這樣 只要拿下來 它就是直接摺疊了 另外一邊那是 灰葉的 品牌的這個Logo跟名稱 其實整組眼罩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地方 就這樣而已 然後這裡有一個 Micro USB的 應該是可以充電的 大致上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整台主機 就這樣一顆按鍵 就沒了 所以它音樂喇叭是在哪邊 音樂喇叭是在哪邊 這個是個好問題 會不會是藏在這個棉花裡面 因為它後面的話 就這樣頭戴嘛 這個雙頸頭戴的話 是可調適的 整個觸感摸起來是蠻舒服的 這個不知道該怎麼講 有點像雞皮那種 雞皮那種摸起來的感覺 但又有點不太像 是舒服的是柔軟的 所以戴起來應該不錯 好那我現在就簡單 先把它調到一個 比較適合我的 頭圍的長度好了 因為我頭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都會 通常直接把它調大一點 頭太大了 我先來戴在看啦 因為等一下應該是要先充電 才有辦法使用 等一下 我沒辦法戴眼鏡對不對 對 好眼鏡先拿掉 對 要休息 會按到眼鏡 唉唷喂 它有一個螢幕的感覺在裡面 看得到我嗎 看不到你 等一下 它一開下去 不對 它就把它膨脹了 沒有沒有沒有 它沒有 它沒有螢幕 但是 它其實是 它看得到光影 但是看不到任何東西 可是我一開下去 它馬上就開動了 有震動的聲音了 震動 然後沖氣 其實蠻酷的 但是我覺得 還沒有把它沖飽電 有熱熱的嗎 好像有一點 不過我覺得啦 目前為止 因為我還不算深層體驗 我晚一點再來深層體驗 現在這樣子體驗起來 跟之前那一組 差別最大就是 它真的沒有任何線材 因為之前那組 我們就要找插孔 去插 然後因為它的線材 那個線也不是說到超長的 還有一個控制器 對 所以它就需要 在插頭附近 但這個的話其實不錯耶 走到哪 按到哪 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那個 熱膚眼睛的那種 在日本買有沒有 現在藥妝店也會有賣的那一種 打開就熱的那種 對 打開來就會熱熱的 那個我們會用 有時候會用 但是 就類似那個感覺 因為它現在這樣用上去 其實是 我覺得還蠻 蠻舒服的啦 真的蠻舒服的 你現在這樣從外面看 我應該很像在玩VR的遊戲 對 很像真的很像 對 很像 頭髮拿過來就很像 對 可是VR那東西會再大一點 因為一般來說 VR這個上面會有一些頭帶的東西 上面會有 因為我自己有一些VR產品都一樣 它的重量會再更重一點 這個戴起來其實 你說沒重量嘛 我覺得又不可能 它應該比手機來說再重一點點 稍微再重一點 不會不舒服嗎 不會不舒服 其實這樣綁起來我覺得 比較不舒服的可能是 我會有塗髮啦 會想說要去洗澡 把頭弄一弄會比較舒服 但是眼睛這樣子 目前為止 出斷在暗的話 感覺起來是比較熱熱的 然後會膨脹擠壓你的眼部周圍這樣 那沒關係 我們這個就先 差不多試用到這 晚一點呢 再來做生成使用 接著再跟大家分享心得 我昨天在拍完影片之後 然後就直接躺下去 開始使用這個東西 然後現在大家有看到一個白色的東西 這個是老婆大人另外去買的 這個叫什麼 眼罩蒸氣棉 那這東西並不是他原廠附的 就是為了這個衛生狀況 老婆大人另外買的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這樣造起來比較好啦 它拋棄式的 我不知道這樣戴起來有沒有比較好 但是呢 至少在衛生方面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像我昨天呢 就是直接拍完之後 就把它戴上去使用 所以呢 在用完之後啦 難免會有一點點油漬在上面 那如果今年累月的話 其實就蠻可怕的 那今天的使用心得 總共會有 我跟老婆大人來分享 因為我覺得是會 針對不同的方面 來做不同的分享 這個按鍵呢 除了開關以外 它如果說是單次點擊 比較短的點擊 它按一下的話 就是會有那種改變模式的狀態 改變模式就是反正就這幾個亂配啦 可能是音樂配震動 音樂配氣壓 或音樂配溫度加震動 或音樂配溫度加氣壓等等的 那它總共應該是有六個或七個模式 我自己在用呢 其實有感受到它的感覺 就是兩邊的太陽穴的按壓 其實是非常重的 就是在這邊呢 你會很明顯感受到 它每一次都會用力的膨脹起來 可能跟我在戴那個鬆緊度也是有關係的 整個就是會稍微有點擠壓的感覺 但我自己在聽老國大人他們這些 比較愛按摩的人在講 其實按摩呢 就是要有一點點力道 才會有舒服的感覺 只不過眼睛周圍啊 因為它是比較細緻的皮膚喔 所以在按壓的時候呢 我覺得剛好用它這種 很柔順的感覺 然後壓起來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整個在按起來 就是兩邊很舒服 眼睛周圍也會膨脹起來 不過它在按的時候呢 眼睛的中間 就是有點靠鼻頭這邊的眼窩這邊啊 其實它的那個按壓力道就比較沒有那麼大了 我覺得它比較著重於在兩旁 就是太陽穴到這個眼睛的正上方 還有正下方這邊 這邊的按壓的力道會稍微強一點 中間那是稍微小一點的 那我在用的是全部都把它開啟 做工很全開 後來呢 我有連結了手機的藍牙 那其實在連結呢也非常簡單 因為它只要開機之後呢 你的手機就會跳出一個藍牙可以配對 那直接配對就跟藍牙耳機一樣 它也不用什麼特別設定喔 按完之後你不管是要用YouTube啦 或用Netflix啦 Spotify啦 所有的聲音都可以透過這個耳罩的喇叭 來發出聲音 只不過呢它的聲音大小 並沒有到非常大就對了 好現在這個模式呢 就是它放著音樂 然後我的音樂呢 是接手機開最大聲的狀態 然後一邊運作的噪音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昨天在帶的時候是在半夜的時間帶 然後妹妹已經在旁邊睡覺了 那我一開始使用它的時候 我就是按起開關嘛 然後就帶上去 然後它就 這個震動聲我怕把妹妹嚇醒 所以我就先把震動關掉 後來我就選擇它的氣壓跟它的熱膚 以及它的音樂 然後一起使用 在它按摩的時候 是真的是在太陽穴這部分 是比較加強的 然後在眉頭 眉頭就是鼻樑這部分 是真的有稍微不夠有力量 然後我是有稍微再把它壓緊一點 好像體驗到的感覺也是還好 再來就是熱膚的感覺 我也是覺得 稍微溫溫的 我還特地把它拿下來摸摸看 欸有溫溫的嗎 嗯 有可能是因為剛洗完澡的關係 身體也熱熱的 所以沒有特別的感受出說 有稍微溫溫的的感覺 好啦那以上的是我們使用這一組 這個叫精亮眼2的 這個按摩眼罩 應該是這樣講啦 一些實用心得 也在這邊提供給大家 如果說呢還有更好用的眼罩 也歡迎來提供分享給我們 有機會的話 可能可以的話 有機會啦 會再買回來實用看看 因為這一組其實這樣子 我覺得大小來說也真的是蠻方便的 就是你如果說要放在房間啊 充電幹嘛之後 也比較不會那麼麻煩 就是一定要找插頭這樣才可以用 所以我覺得還算不錯 不過我們還有另外一組 之後再體驗看看 再來拍成影片分享給大家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囉 掰 應該是真的洗完澡的問題 身體太熱的問題 因為我剛才在補畫面的時候 帶的時候真的有溫熱的感覺